近期中共加剧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上周日200多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灵馆前举行集会 谴责中共长达21年的迫害 超过200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 周日上午聚集在中灵馆前 就中共近日升级对法轮功的迫害 进行抗议与谴责 来自中国吉林省的洛杉矶法轮功学员险基军 也在现场控诉中共迫害死他的好友 法轮功学员江泉德 并要求立即释放江泉德的妻子孙秀英 他的双手最后连一袋方便面都拿不起来 然后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在监狱里面 出来之后警察继续对他的骚扰 他一直是靠输营养液来维持 在8月26号他终于被迫害致死 二十一年前第一列被打死大法弟子叫赵金华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就来这里抗议 我们希望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二十一年以后 他们已经迫害了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 迫害致死 致残 送进精神病医院活摘器官的 我们没法 他们的罪恶真是庆祝难输 今年7月中旬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五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向政府递交新一批迫害法轮功责任人名单 要求依法制裁 拒发其签证 冻结其资产 名单包括中共中央一级的赵乐际 王茂林 孟建柱以及现任和立任的610头目 法官 国保等人 希望国际社会把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把参与 这种凶残谋杀的这种暴行的 中共的各地的暴徒 政府中的暴徒 还有指使他们的 比如最近的赵乐际 以及以前的像曾庆红 还有发动这场迫害的 被称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 把他们绳之以法 根据明慧网报道 从1999年8月至2018年7月 整整19年内 资料统计大陆有20784人 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厄运 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因此现场法轮功学员呼吁中共 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所有学员 也奉劝恶人不要追随中共 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成为天灭中共的替罪羊陪葬品 新唐人记者王滋意洛杉矶报道 超出最高的位秘客 出发的参与